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1年8月20日 今天有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 早前梁國雄 何俊仁等被警方拘捕 涉及組織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 而且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 而案件在昨天開審 但昨天無奈香港本地新聞 當中包括港大學生會成員被捕 還有李宇軒等人做二五仔睿灰睿黎智英 所以大家可能遺忘了這個新聞 但我仔細發現這次案情 如果成功入罪 何俊仁 梁國雄等人需要賠償大約620萬 那整件事是怎樣 為何他們無緣無故組織 一個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 便要賠償620萬 那是賠償那人人 稍後跟大家討論這件事 另外第二件要和大家講的 便是有一個前任的屯門區區議員 說他前任很明顯他辭職 他不單止辭職 他還潛逃走路 他近日在英國表示 他的生活過得非常艱苦 很想回來香港 但他想不到方法 所以請大家想想方法 一個潛逃犯如何安全地回到香港 稍後會和大家說說這件事 另外第三件事要說是我們國內發生了一件很值得我們為之讚賞的一件事 在國內有一間品牌叫做紅星耳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他的英勇事跡 而他近日也被列為我們中國五百強企業 由短短一個月由他準備要結業 他本身去年的淨利潤可以說是虧損2億 但竟然今個月變成4億的公司總資產變成四百億 甚至製薪中國五百強企業 到底中間發生了甚麼事 待會和大家說說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令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理察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開啟旁鈴 那你便不會錯過我的任何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和大家說 就是賀俊仁梁國雄等人 他們涉嫌在2019年10月20日 在九龍區發起一個非法遊行 而這個非法遊行當中他們所提及 就是要反對政府當時所提出的蒙面法 大家知道 當時我們香港政府推出的禁蒙面法 就是為了防止那群黑暴出來搞事 搞破壞後 逃避他們自己的刑事責任 但這群攬炒派為了保住他們的黑暴的前途 當然要出來反對 而當時他們在2019年10月20日 他們之前已經向警方申請在尖沙咀舉辦集會 然後遊行去到西九高鐵站 然後他們的目的是揮取惡法 獨立調查 重組警隊等等 但當然這遊行集會當時在黑暴時期 而且打得火熱的時間 所以警方沒有批准他們的遊行集會 不過這次他們牽涉到不僅僅梁國雄和何俊仁這兩人 當中包括七人 包括陳浩媛 梁國雄 何俊仁 何秀蘭等等 而他們全部被控以煽惑他人組織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 或是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 而這兩條可以說是在香港來說一個比較嚴重的煽惑罪 而當日的確 他們煽惑他人參加警方發了一個反對通知書 亦是強烈反對他們參加集會 不准他們去辦集會的遊行 而在這件事上 當日也演變成暴力衝突 當日整個遊行集會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的確是和平 大家看到過往黑暴事件中 民陣等所謂的遊行 全部都是用一個假扮和平開頭 當他們開始遊行時 暴力就開始發生 那些黑暴全部混入在這些遊行隊伍中 去到遊行中段就會四散去搞破壞 而當日他們去到西九龍站對出的馬路時 已經開始有人在俄士甸道和廣東道交界 開始進行倒路 而這群人很清楚意識到 他們已經完成了他們需要做的工作 就是搞一群所謂的和理飛在前面 做一個掩護 讓後面那群黑暴可以衝出來破壞社會 結果當日的確是大量的黑暴衝出來 去破壞商店 去襲擊圖人 而當中牽涉到有多間中國銀行的櫃圓機和分行遭受破壞 所以根據法庭上的資料顯示 原來中國銀行報稱 在當日他們因為財產受損當中包括櫃圓機被破壞 被縱火 分店玻璃被撥爆等等 他們合共損失於超過500萬元 而優品360亦經過點算後 他們報稱損失了177萬元 而這個案件除了要控告這群人刑事罪行入面 要他們坐牢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這群人必須賠償當日中國銀行所造成的損失 和優品360所造成的損失 也就是說500萬加177萬 677萬這群人是需要賠出來的 而這個案件基本上已經承認了控罪 而何俊仁 陳浩媛 梁國雄等等 全部承認了他們組織未經規準的非法集結 和善華他人參與未經規準的非法集結 他們已經承認了罪 而案件將會在今天繼續求情 估計法官到時也會判他們 需要賠償給中國銀行和優品360合共677萬 雖然這件黑暴事件中 警方無法追查到底是哪一名黑暴去做這些大型破壞 但當時大家看到 這不單是一個黑暴所造的行為 而是過百甚至過千個黑暴去做的暴力行為 既然追究不了他們個別人士的責任 誰帶頭發起這些遊行 誰引致這些事件發生的 必須向他追究刑事責任 更加要追討他任何損失費用 所以在此期待法官何時去判刑 以及如何判刑他們 說完第一件事 想和大家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比較好笑 我亦看完後勾勁 我想問問大家認不認識一個人的名字 這個人叫李家偉 大家可能有部份人聽過 但有部份人未聽過 但不要緊 如果住在屯門區的街坊有機會聽過這個人 這個李家偉是前區議員 亦即是黑暴區議員 可以說是小黃人區議員 而這個李家偉在今年7月已經被DQ了他的議員資格 原因是他在3月份已潛逃走路 他當時有份簽署黑暴攬炒文件中的物落無悔聲明 而他在去年11月開始聲稱自己 我被發現被人在跟蹤 而且警方大規模拘捕一些參加35格攬炒行動的人 非法初選的人 所以他又覺得有危險 所以他決定當時馬上潛逃離開 而他當時大概是3月左右去到英國的時候 他亦有接受美國之音的一個粵語網媒體專訪 他當時亦高調地說 說到自己沒辦法 被香港政府迫害 我一定要離開 說到英國多輕鬆多正 但原來殊不知李家偉 他原來亦是其中一個 被攬炒派幕後黑手 包括肥佬黎這些善去的其中一個 因為李家偉去了英國還未到半年 他3月過去英國 但現在才是8月 他已經開始後悔英國的生活 他表示他自己沒有BNO 因為他沒有申請 而他當時走得很急 所以也申請不到 現在他在英國還未獲准居留 如果在英國入境的限期大限到後 他必須要離開英國的境內 去其他地方 但大家也知道 一個小黃人區議員 他們可以流亡去多少地方 錢未賺夠 黎智英那群 給李宇軒一千多萬 而這些小黃人區議員 靠著當時4萬元左右一個月的人工 然後還要做了不夠一年 又離開了 甚至可以說他做了一年鬆一點 被人DQ 甚至有機會追討他 錢那方面怎會多 他肯定不能去其他地方下腳 他近日在社交媒體發問 問問大家有甚麼方法可以回家 他表示現在他很想回來香港 他會盡一切的方法回來香港 他還要用回家這個字形容 到現在才知道香港是你家嗎 當時你離開時又不見你這樣說 當時你離開時說得自己很風騷 說得自己流亡英國是一件多威勁 多厲害的事 最終到現在 半年也不夠 後悔 這事件我真的不知如何回覆他或評論他 歡迎大家觀眾朋友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一起雜思廣益 我們怎樣可以幫到李家偉回香港 到底他應該自首才好 回香港才自首 但不自首等被拘捕 這裡歡迎大家留言告訴大家 好 說完這件事 想說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是一件好事 亦是一個好消息 我不知道大家有否聽過一間公司叫雄星爾赫 早前我們內地出現水災 在河南鄭州 當時舉國之力去河南救災 當中沒辦法去到河南的朋友 亦是捐款支援河南 而當時亦有不少企業出來捐錢 相信大家都看到 例如騰訊等都捐了億億 但在內地有一間公司叫雄星爾赫 他是一個老品牌 賣服裝等等 他的售價亦不貴 不算奢侈品 而他本身是一間面臨著有機會倒閉的公司 根據他上年的財報 甚至虧了2億 而一間公司虧了2億 又差一點面臨倒閉 那他做了甚麼呢 在河南鄭州的水災下 他捐了5千萬 而且不是公開高調地捐 而是私底下捐 被媒體爆出來 但爆出來肯定不是壞事 因為我們內地的網民眼裡發現 這間公司還以為是紅星爾赫 翻查資料 結果內地的網民把這件好人好事痛天下 在內地把紅星爾赫一夜爆紅 甚至網友表示 一間公司每年要虧到億億 現在準備倒閉 5千萬現金已經是他這間公司最後的結餘 但他依然願意拿出全副身家 就是為了在我們國家有難時出來幫忙 捐錢給河南鄭州 所以這個行為感動了全中國14億人民 紅星爾赫馬上他們的直播間 銷售店 專門店 全部出現所謂野性消費 即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去到你店鋪有甚麼我都買 我穿37馬鞋 我也要買你45馬 買不對 那隻鞋太大就是我的腳的問題 肯定不關你店鋪的事 比平時超過300倍 而且他們的所有生產線 亦全面無法繼續運作 因為的確是做到爆炸 現在甚至你無法在網上買到紅星爾赫的產品 但這個消息已經過了一個多兩個月的時間 好 很多人就問一個問題 到底紅星爾赫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根據最新的消息指 紅星爾赫在我們內地的網民和市民熱心的支持下 由原本在半個月前 他的4億總資產總市值上升到400億總市值 在今天他亦被列為全中國500強的公司 可以說是超越李寧這個牌子 突然之間搖身一變 由4億變400億 由準備倒閉變成超級富豪 當中給予我們一個啟示 只要你真心愛國 你就必然可以獲得正的回報 特別是我們國家14億人民 必定會知恩淘報 飲水思願 對於紅星爾赫這些公司 他是真心愛國 真心維護我們國家 真心希望我們國家發展好 我們必定會支持 早前維他奶公司 相信大家都記得這件事 我亦攻擊了他很久 因為我的確看他不過眼 他在黑暴事件 七一兇徒事件上 他竟然美化恐怖分子 竟然幫助恐怖分子 而且事後只出一份聲明 表示我們很愛國 從來沒有行動 相比紅星爾赫 紅星爾赫做的事更多 他沒有說話 他是多做事 小說話 這一點正正是我們現在中國的情況 亦是未來中國企業或任何企業在中國更加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 就是用行動用心去愛國 所以在此我必須把這件好人好事分享給大家 因為這也是一個喜訊 如果大家有機會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內地網站 看看有沒有辦法買到正版的紅星爾赫產品 當然 因為現在市面上的確有很多無牌貨 建議大家去到紅星爾赫的官方網 我們一起去支持他 不要說野性消費 理性消費已經足夠 起碼我們一人一雙鞋子 一人一件衣服 都是一分的動力 去支持一些真心為我們國家的人 今天時間差不多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我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反對派想你插的陷阱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這條新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